新的一年开始了 好像所有的期待 加上新的一年 都会生出新的希望 新的一年 期待广袤无垠的世界 期待永不设限的自己 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平安 祝福大家健康 祝福大家 长夜里总有梦想照亮 人海中 常有良人相伴 来再颠一个 新年在弟弟家 他自己亲自长勺 给我们烧了一顿新年饭 前面他在吐槽我 为什么没有把它颠饶 火很旺的那一段视频录下来 哎呀遗憾啊 那就等着明年再展示你的厨艺吧 然后温州的新年饭 是有十个冷庞 里面包括了水果 还有一些凉菜组成的 都会放在一个高角的红色网里 一共会有十个冷庞 寓意十全十美 最后会有一道一道的热菜上座 不过热菜的话不会太多 这一道呢 是我弟弟秘制的羊排 东西斑鱼 还有年糕 是我们的必备之菜 还有一点点的小甜品 这个也是糯米糕 我好想 为了早点能到 只能选择在用车上吃早饭 到了泰州之后就在朋友家吃了个午饭 吃完午饭之后 晒了个火太阳 再去朋友家的自家的田里去栽了一些新鲜的蔬菜 接下来又是走到隔壁亲戚家去创门去吃一点大锅炖 它就是谁来了都可以随时吃两口再走 不需要等人到其了再吃 来来回回来了很多亲戚朋友 到泰州的第二天就是开始我们吃吃吃的之旅 先是到了华年的老城区吃了一下他们当地小吃 这个有点像我们国外的souffre 不过是炸的souffre 还在路边点了一份炒土豆 这份炒土豆卖相不不利 不过味道还可以 最后我们去吃了杂串 这个杂串要给你们好好推荐一下 这个杂串真的是非常好吃 它店面非常的小 点汤的话就直接通过这个锅里跟老板娘点你要的东西 然后他会线上直接帮你炸好 这样在那里吃 我们就点了很多小土豆 然后炸小铃 我觉得炸小铃是必点的 也是最好吃的 炸锅前面是有不同的酱 是有醋和酱油 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把炸好的创伤放在里面 这样一下 然后再拿去吃 温馨提醒一下 爱干净的小宝贝 这里里面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差 属于国内的那种餐饮馆 不过东西真的是很好吃 价格也不算太贵 还有就是鸡肩 龙脉压食的鸡肩 爱好者的话 一定也要点 今天 是我这一年 吃东西吃了这垃圾的影片 刚才都是吃入鞭肠 爽吗 今天爽了 过两天就要开始长痘了 就不爽了 这种健康食品之后可以喝了 才感觉酸 这个还蛮有特色的 我刚 是吗 诶对 进去喝一杯 因为刚刚吃了一路的路边汤 觉得实在是太撑了 跟朋友决定去郊江的十里厂街 逛一逛 这边的十里厂街还蛮古色古香的 还买了一杯解渴的当地饮品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它叫什么 反正是一个果冻类的饮品 味道淡淡的 加了一点过河 和一点桂花 这边呢 我们还是继续的在灌石里厂街 过年那两天人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多 感觉这个特色小节特别适合 过年的时候一家老小一起过来逛逛 里面有一些猫咖 当地的小食品 还有很多书吧 什么的 各式各样的都有 还有相亲脚 在这里我发现 林林的妹子都已经开始相亲了 让我非常的惊讶 不过我没有拍下来 就跟大家口述一下 因为太久没有看画唐人了 就在这里站了好久 看这位师傅画唐人 当然我最后也没有买 因为今天的热量实在是过高了 不能再继续吃糖了 这里厂街是一个蛮出片的一个地方 像它的许愿墙拍照片都还蛮好看的 这是一家餐厅的路门口 还有好多古色古香的建筑 非常有中国的年味 所以为了避开人群拍照镇的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晚上我们又跑回黄岩市去看它的灯光秀 这个灯光秀就是给我们介绍 小台州的一个发展室 在一个干净好的公园进行播放 大家跟我一起欣赏一下吧 今天一大早起来 曲台州的天空之城 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 上上有酒店有录影的帐篷 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上来录影 小红帽 这间就是天空泡泡屋打开窗帘 是可以直接看到星辰的 爬到山顶之后 我们就可以坐他们景区内的小火车 这个小火车的轨道是非常短的 只是落到山的另一头 让我们在山顶上俯瞰一下 整个下面的风景 我特别建议大家爬到山顶 在轨道的镜头拍照会很出篇 还有就是给大家放一点点那一天的 视频碎片 虽然我的摄影师拍摄公里非常非常的差 只能给我录到这个水平了 如果你们身边有好的摄影朋友的话 那这个景就会非常非常的出篇 你们看一下坐小火车的风景 能看到一大片的茶园 从小火车那边下来我们可以步行到这个天空之境 这边天空之境的话它是有另外收费的 每人食养会给你一个鞋套 然后是一大片的玻璃照应了天上的蓝天 所以照片拍出来都会非常的好看 可是因为那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自己包的跟一个粽子似的 所以照片拍出来没有那么好看 如果你们想来的话 我还是蛮建议大家春夏天来 整个照片拍出来会更加的好 因为过年人也挺多的 所以很难有那种你一个人在上面拍大全景的照片 这已经是我经历了最大努力拍到的两张单人照 中午呢我们就要选了一家当地人推荐的农家乐趣吃午饭 特别要夸一下这家的草螺丝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它的辣度是那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辣度 可是又很开胃 还有这个胖头鱼也是现做的非常辣的一条 我们四个大人一个小孩吃的非常饱 还吃的非常开心 他们家的农家乐应该是我在国内到现在为止吃 我最好吃的一家 真的是食材很新鲜 味道做的非常适合我们浙江人的口味 有一点点偏辣有一点偏甜 蛮推荐大家如果要来泰州的话 可以找一下浙江农家乐 我具体地质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所以大家只能网上搜一下 一天到晚来光顾 好痛啊 抓到那个燃银上 哦 下方将随便要索尽或生效 索尼各自演资雷 大车从后面的变化 不爱吃鱼就是这个 午饭后我们又开了一小时的车来到 泰州的屋檐头古村落 这个古村落我实在是不太推荐大家来啊 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店铺和可以玩的地方 然后整个村落又非常小 也就500米的一个距离就可以逛往整个村落 就是这条街上边上的这些再次休憩的老房子 可能是这次旅行最不推荐的一个景点吧 好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过年的vlog就先到这里了 因为实在拍摄不是很方便 所以基本就没有自己入境 也没有什么解说 就后期给大家配个音 如果觉得拍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视频点赞留言和转发哦 期待你们的留言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